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凌晨 熱格大開快車 拿波里將在主場迎戰烏甸尼斯 M直播到時將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客隊開局出師不利 不僅聯賽未嘗勝職 而且攻守坤遭遇大麻煩 烏甸尼斯金帳劫數難逃 在上賽季 拿波里以絕對優勢如月 奪得對史第三座二甲冠軍 兩大功臣維托奧森汉26球榮獲二甲金香 和基維查基華拉基利亞十次助攻獲得二甲助攻王 更是包覽了雙鳥獎項創紀錄 唯一可惜的是未能和冠軍教頭史帕尼迪續約 在夏天 管理曾經經過不斷考察 最終決定聘請盧迪加西亞擔任主席 只不過在聯賽前五輪僅得8分難以令球迷感到滿意 因為這樣已經創下對史2015-2016賽季之後最差的開局 不過要對天南軍團有信心 畢竟球隊是上賽季冠軍得主 同時維托奧森汉、基維查基華拉基利亞和馬迪奧保列坦奴等主力 依然在陣中 球隊實力依然很強 只是隊員需要時間適應身碎的技戰術體系 極為有利的是今將對手烏甸尼斯近況很差 同時天南軍團又手押對賽優勢 尤其是主場對陣後者已多年保持不敗今生 因此拿玻里本場贏面值得稱先 陣容方面 門將匹哥連尼和後衛艾未拉文尼因相缺陣 在近年來 烏甸尼斯在意甲至始至終徘徊下游 既未有衝擊勾戰的希望 都未有降班之憂 可謂無欲無求 不過今年這個情況將要被打破 雖然烏甸尼斯在意大利盃第一圈不費吹夫之力 進級到下一圈 但隨後進入新賽季 球隊立馬被打回原形 五輪無一獲勝 成為聯賽少有的幾支不勝隊伍之一 賽季才剛剛開始 烏甸尼斯早早走上為互級而戰的日子 日子過得旁為艱難 困擾球隊的問題 其實都是比賽中暴露出來 這就是進攻 除了手輪對陣組技實力有差距之外 近期這幾場比賽 球隊就是無法踢出自己的風格 進攻打不開局面 只能採取擺大壩戰術 拉薩、森馬迪、錫和泰奧運等攻擊手 需要好好反省 除此之外 球隊目前還遭遇雙病潮 包括 多謝拉特、迪路菲奧和 京士利、伊希斯布等主力 在內的多名球員坤有傷在身 極大影響到索迪的排兵暴震 考慮到這些方便 今次烏丁尼斯危機四伏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